然后在其中回答问题就可以了 互联网进入微博时代 微博现在也广泛的应用于转播 然后互动 很好的一种形式 来 坏 缓一下 擦擦汗 都想破坏一下对方的节奏 也是一种战术 抢一下 没抢到 对 下手也很快 可惜线路有点偏 那没了 这个球就是在最后 还是做出判断要打这个球 这羽毛球最怕就是这种犹豫 这样撩已经撩不到底线了 只能挨打 刚刚那球打的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这把直线打得很漂亮 赶紧路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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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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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迪曼杯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的这么一个比赛 也代表着这一个国家的羽毛球的综合实力 因为它是一个男女混合的这么一个项目的比赛 所以中国一直都对这个比赛非常重视 我们在03年丢掉了苏迪曼杯之后 很快我们05年在北京苏迪曼杯 我们重新把它拿回来 那么一直拿到现在 那么如果这次我们能够成功 不以为的话那么就是第四次 因为05年我印象比较深我们是去的这个现场去看的苏迪曼 那么当时就感觉心情特别的激动 因为确实当时中国没有现在那样集团的优势 对不是这种世界大族的地位 对 它虽然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但是你要说百分之百就能拿下来这个比赛 也也没有那么大的把握 那场球还是我们中国干净利落的5比0 呃3比0赢了 毕尼最后多贵了 这个苏迪曼杯 这场呃这场男双还是比较焦灼 虽然现在没有出现太多的精彩的镜头 但是呃从比分上看也没有拉开 嗯 这个球 没 啊 看肩内砸到线上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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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这个球有点没道理 这个球 嗯 又像挡又像挑 嗯 嗯 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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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zt 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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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来 在CNTV的微博叫做CNTV羽毛球里头会有一个今天的有奖竞猜 猜今天这个比赛的比分是多少 里面非常多条微博的前方战报 你们就一页一页翻着找吧 应该是已经被压到后边去了 找到之后别忘了 赶紧收藏 对 转载 转发 不然你肯定又找不着了 来 好 31 16 5号场地即将进行的是第四场女子装扎挑战 有请裁判员运作员入堂 14比16 5号场地第四场女子装扎比赛 由来自越南的武林庄和软系屏 对阵瑞典的吉美丽南达森和爱玛文 好 好 好